今天我一整天都會在外面吃飯 然後中午呢 要來吃一家很隱密的刀削麵 是我朋友推薦 他覺得在釜山吃過最好吃的海鮮刀削麵 我非常期待 我看到那個照片就很想要趕快吃 而且他真的就是在地人才知道的 觀光客應該不會來這個區域我覺得 就介紹給大家 這裡呢 他是在那個Mao Mio的旁邊 然後這一邊大部分都是住宅區 就是沒有那麼熱鬧的地方 在前面就是這一家 他生意非常好 我們還挑了就是避開午餐時間 我特別想要吃了 一點點 來這裡 很想要吃 在前面我們在開口 我們在開口的盒子 有方法 有方法 這個有方法 直接吃 你剛剛直接吃 很香 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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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貝類還蠻大的 這超大顆的 他整個都放著超大的 哇 他的湯也太鮮了吧 湯真的超好 哇塞 我真的不用加那個辣椒還什麼耶 已經夠濃了 對 我是不喜歡加辣椒 就是我喜歡它原味的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這味道可能有點腥還是什麼 他們還會再加辣椒 他我覺得超鮮的 對啊 超好吃 有些人會不喜歡這個味道 但是真的超好吃 你說這間是有一間店 我們來這一間啊 F1963 這邊是一個藝文區 然後裡面有一些咖啡廳 真的耶 就是鬆煙 釜山版的鬆煙 這邊呢 就是我上次有來過的 一個很大家的咖啡廳 叫做Telarosa 這邊竟然有一片竹林 就像是陰族人 這邊都沒有 一片竹林 那一片竹林 不是這樣嗎 一片竹林 應該來年輕的 很高興 我還要等待的 還可以坐戶外 戶外感覺蠻舒服的 我們找到了戶外位 因為外面比裡面涼 所以想說就在戶外好了 我們來吃南普洞這邊 晚餐因為有朋友從首爾來找我玩 所以我就帶他們來吃南普洞這邊 我很喜歡的一家 小酒館 它是冬天的時候在外面都會有那個帳篷 我覺得很有氣氛 我之前就有拍過了 就想說很久沒更新了 就是再拍一下 它叫做 台台書籍 然後它的 裝潢就是很復古 因為朋友還沒有來我先來站位 為什麼我會先來站位是因為這一家的生意 一直都非常好 那個時候我們家住在附近的時候 看到這邊一直都在排隊 然後現在會這麼空 是因為我現在它是五點開門 我五點半就來了 上班族還沒有下班 趕快來站位子 不然的話要等很久 開心 這一家主要是賣一些 像是下韭菜的東西 但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家的東西 都還蠻好吃的 而且 就是我覺得它的擺盤什麼都還蠻精緻的 而且非常有氣氛 我就是很喜歡坐它的外面這邊 它就有點像步障馬車 可是它的價格我覺得是 它的料理是精緻的那一種 不是步障馬車的料理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就帶朋友來體驗一下 因為感覺這種店的話 一般人來可能比較不會走進來 就你不知道賣什麼的話 來拍一下它的菜單 我就說一次給大家聽 這個呢是牛肉捲 就是裡面會包豆芽菜的 然後小捲 清蒸小捲 然後烤魚 這個是烤年糕 魚板湯 那個扇貝湯 雞爪 海鮮蔥餅 跟季節小菜 然後它其實一直都是這個 凱莉畢竟就是那個 蒸扇貝 這個很好吃 我已經大概決定好要吃什麼 沒想到我們竟然有一天 在這見面 沒有會過我們這個 趕快 趕快 一二三 一二三 三 耶 最多的 看起來 有 一分之一 一分之一 這是來湯 這位是來湯 是來湯 來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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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一碗嗎? 很美味 你不覺得有點誇張嗎? 很美味 很美味 來富山就是要吃這個咖哩 我們因為 點了蹄菜 所以獲得了解酒意 要喝一杯酒 其他吃的菜 吃的餅乾 很好吃 吃的餅乾 我喜歡吃的餅乾 就吃了餅乾 吃餅乾 吃餅乾 很可怕 可怕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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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的人 可怕的食物 你怎么吃了 我给的时候 只要吃饭 在下叫的 你能吃饭 你是怎么吃饭 好 Honored 她也太好了 不准吃不吃 可以吃落飲料 比较吃饭 不准吃饭 可以吃饭 不是,你的頭髮也沒什麼? 我的頭髮也沒什麼 一起来投稿吧